这是宇宙中最为隐秘的圣约之城 新萌的总部就坐落在这里 三大先知之一的联敏先知预言岛 宇宙中最为强大的武器光环已经现实 并被士官长激活 于是便派遣人类叛徒世尊者前去夺回 此时 士官长为了躲避总部的追杀 驾驶飞船来到一片混乱的陨石区 无数的陨石漂浮在太空中 士官长全身绷紧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撞击 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 士官长在两块巨大的陨石相撞期间冲了过去 成功脱离险境 穿过陨石区之后 这里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碎石形 此地是海盗和亡命之徒的乐园 无数的不法分子聚集在此 士官长唯一的朋友所轮就是这里的首领 穿过长长的走廊 两人来到内部区域 当看到有名斯巴达战士到来后 居民们纷纷举起枪对准他 自古以来官贼不两立 更何况是官长还来到了他们的老头 众人为了阻挽他 甚至用重型叉车挡住士官长的去路 以此来挑衅他 只是小卡拉米万万没有想到 士官长只是轻轻一推 十吨重的叉车便被轻松地拨开 这下小卡拉米傻了眼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 一个黑人壮汉走了过来 他正是士官长的朋友索伦 索伦在年轻时是斯巴达的预备一成员 只是他不想成为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 再士官长的帮助吓逃了出来 在一番叙旧之后 索伦带着两人上了一辆懒车 带着他们参观一下他打下的机翼 就算是官长见多士果 也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只见陨石之间都用铁锁相连 想要到达各个区域 就必须要乘坐这种逆风的缆车 最后 众人来到一个被挖空的陨石内 这里就是索伦的家 到了这里是官长才说出此行的目的 原来 他是想知道神秘物体的来历 毕竟海盗消息比较灵通 索伦也认不出这是个什么玩意 但他知道有一个人肯定认识 前不久他抓了一个为星蒙工作的人类 只不过这人脑子有些问题 当神秘物体摆在男人面前时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星蒙世代都在寻找的超级武器光环的组件 传说这种武器 可以瞬间毁灭整个宇宙的有机生命 比无限手套还厉害 如此危险的东西让男人做下了一个决定 看到是官长能激活组件 男人更是惊恐万分 他说是官长就是启动光环的钥匙 必定会遭到星蒙无休止的追杀 想要阻止这一切 就必须要毁掉这个组件 是官长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顾索伦的劝阻 将小哈留下交给他照顾 自己则驾驶飞船返回祖国 为了人类的安危 他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哪怕是成为杀人机器 这一切都要不断 下来 我可以教我 我可以教我